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常联合代表团周一访华 哈里斯告诉CNN 他和拜登将必须赢得我们的连任 拜登竞选团队致力于缓解民主党对连任机会的焦虑 阿根廷 民调在刀刃式决选中开始 请大家收看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常联合代表团周一访华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一个由沙特 约旦 埃及 印尼等国外长组成的联合代表团 即将访问中国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表示 中国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长访问的第一站 旨在传递明确的信息 必须尽快结束加沙的战争 为推动中东局势的缓和 寻求终止加沙地带的战火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长组成的一个联合代表团 将于下周一访问中国 11月19日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 Faisal Bin Farhan和中国外交部 分别宣布了这一行程计划 根据沙特官方周五 在社交媒体X以前的推特上发布的帖文 费萨尔在巴林参加会议期间表示 此次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长联合代表团访华 是将本月在利亚德举行的 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联合峰会上 所作出决议付诸实施的第一步 第一站是中国 之后我们将前往其他国家的首都 以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 那就是必须要立即宣布停火 让人道救援进入 这位沙特外交大臣强调 我们必须尽快努力结束这场冲突和加沙的战争 根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9日宣布的消息 此次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长联合代表团 将在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 代表团成员包括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 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 埃及外长舒克里 印度尼西亚外长雷特诺 巴勒斯坦外长马利基 以及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塔哈 中方将同该联合代表团 就推动当前巴以冲突降温 保护平民 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深入沟通协调 自17日 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之后 北京方面也在表现出 积极参与国际斡选的姿态 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宅卷 对地区多个国家进行了访问 参与了10月22日 埃及主持召开的巴勒斯坦问题和平峰会 11月9日在巴黎召开的支援加沙平民国际人道主义会议 以及本周在巴林召开的麦纳麦对话会 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不少国家将哈马斯视为恐怖组织 而中国在以哈冲突后做出的表态 大多数强调反对和谴责一切伤害平民 违反国际法的做法 呼吁尽快停火止战 避免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同时也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外交努力 让危机重回政治解决轨道 翟卷也强调 巴勒斯坦民众和以色列民众的生命同等重要 对此不应奉行任何双重标准 哈里斯告诉CNN 他和拜登将必须赢得我们的连任 因为总统在年轻人和黑人选民中遇到困难 CNN CNN和纽约时报的分析显示 副总统卡马拉 哈里斯比总统乔·拜登更有可能在2024年连任 尽管两位政治家的支持率相似 但哈里斯在年轻选民和黑人选民等关键人群中的支持率 要高于拜登 尽管内部人士认为 拜登将依靠哈里斯赢得第二个任期 但他们担心过多地让不喜欢他的选民 接触他可能会成为一个负担 哈里斯计划在新年期间进行一次 以堕胎权为重点的竞选之旅 他还在寻找机会强调 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来解决枪支暴力问题 助手们希望哈里斯能够担任主攻守的角色 因为这是竞选伙伴经常扮演的角色 经过数月的寻找 哈里斯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政治策略师 尽管拜登团队的一些成员对此想法持有抵制态度 参与总统能力评估的民主党策略师 已经开始寄望于哈里斯在竞选活动中承担更多责任 哈里斯被告知他最有效的竞选方式 是参与主持人主持的对话 因为这能向选民展示他作为一个人的形象 阿根廷民调在刀刃式决选中开始 德国之声 阿根廷选民正在该国总统选举中 在比龙主义经济部长塞尔吉奥 马萨·瑟吉尔摩萨和自由主义候选人哈维尔 米莱·哈维尔·玛利埃之间作出决定 这两位候选人代表了该国截然不同的经济管理方法 在多年的债务、管理不善和货币不稳定之后 该国正遭受三位数的通货膨胀 马萨承诺继续实施国家干预和福利计划 而米莱则希望实施经济休克疗法 包括关闭中央银行并用美元取代比锁 这次选举被许多选民视为较小的邪恶之间的选择 并且正值对经济危机的担忧和对米莱提出的经济措施的担忧 拜登竞选团队致力于缓解民主党对连任机会的焦虑 《华盛顿邮报》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民主党人越来越担心乔·拜登总统赢得2024年大选的能力 许多人担心他太老了,已经失去了一步 然而,拜登的盟友回应说 这些担忧是没有根据的 总统是该党的提名人 而且是一个强有力的候选人 一些民主党人也对竞选活动的策略及其缺乏明确的信息表示担忧 而另一些民主党人则担心竞选活动在战场周的行动薄弱 尽管存在这些担忧 但许多捐助者表示 他们没有计划公开表达他们的担忧或改变方向 有些人被唯一一位挑战拜登的民选民主党人所吸引 但认为他的竞选是一场长期的抗议活动 而不是真正的替代方案 拜登表示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但他对特朗普的严厉警告已成为他竞选的核心内容 美联社 拜登总统最近开始描绘一个灾难性的未来 警告如果唐纳德 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 美国将会面临灭顶之灾 拜登指责这位前共和党总统决心摧毁美国民主 并追求报复和复仇 拜登的连任竞选活动发送了更多的电子邮件 警告称2025年特朗普的美国 全国单方面堕胎禁令和2025年特朗普的美国大规模拘留营 距离选举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拜登的竞选活动对特朗普的提及大幅增加 这种变化反映出 由于拜登在民意调查中处于低位 对拜登不太热衷的民主党选民 可能更有动力阻止特朗普 而不是听到有关基础设施和可在生能源投资的消息 当然 拜登在肯塔基州州长安迪 贝希尔的连任中也为此承担了责任 他在竞选中经常宣传联邦对基础设施 和COVID-19救助的支出 但是 民主党战略家们普遍认为 拜登需要将特朗普置于选民的核心位置 俄罗斯黑客声称对乌克兰战斗机供应商发动攻击 英国每日电讯 俄罗斯黑客组织Lockbait今年早些时候 曾针对英国皇家邮政发动攻击 现在他们声称 对比利时航空航天公司Sabina Engineering进行了网络攻击 Sabina Engineering是一家为乌克兰提供战斗机的工程公司 Lockbait黑客组织已使用勒索软件 加密计算机文件 并要求以加密货币支付赎金来释放受害者数据而闻名 如果赎金未支付 该组织威胁将于11月26日公开从Sabina Engineering窃取的敏感数据 据信 该组织与俄罗斯有密切联系 但也将其黑客工具作为服务出售给其他犯罪团伙 编者按 大熊猫会回到加利福尼亚施展外交魔力吗? 雅虎 习近平表示 中国准备继续与美国在大熊猫保护方面的合作 中国国家主席是在与美国总统乔拜登会晤后发表的 唯一以加州为家的大熊猫是那些租借给圣地亚哥动物园的大熊猫 该动物园于2019年将最后一批大熊猫送回中国 在新冠疫情和Yulis争议期间担任帝国理工学院负责人的人 获得了最大的加薪 英国每日电讯 爱丽丝 加斯特是伦敦帝国学院的前副校长 她在英国大学领导人中获得了最大的加薪 她的总报酬在2021-2022学年增加了18.6万英镑 达到了71.4万英镑 加斯特在此期间的基本工资增加到了36.5万英镑 她在上一个学年的总收入为52.74万英镑 加斯特在帝国学院任职期间面临争议 调查发现她曾欺负员工 该大学还因其对新冠病毒和超低排放区Yulis的研究而受到批评 其他英国大学领导人的加薪也受到了审查 前五名副校长的收入都超过了50万英镑 而有10人在2021-2022学年的收入超过了40万英镑 最高薪副校长是剑桥大学的斯蒂芬 图普 她的总报酬为52.6万英镑 毕业生的经济负担将增加 因为学生贷款偿还规则发生了变化 引入第五计划学生贷款意味着毕业生的贷款将在毕业后40年后才能被清除 而之前的系统是30年 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部长将访问中国 以结束加沙战争 日经亚洲 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部长们将于周一访问中国 这是结束加沙战争的旅程的第一步 此次旅程是在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峰会上做出决定之后进行的 沙特外交部长法尔汉王子表示 此次旅程的目的是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 即必须立即宣布停火 并允许援助物资进入加沙 部长强调了尽快结束危机和加沙战争的紧迫性 八千跑完美首届港珠澳大桥半程马拉松 南华早报 首届中国银行港珠澳大桥半程马拉松赛于周日举行 主办方对活动的成功表示欢迎 名人和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包括香港演艺明星周润发 肯尼亚的杰弗里 托罗伊蒂奇 Jeffrey Teroytick和乌干达的沙拉 切兰加特 Sarah Calendate分别赢得了男子和女子比赛的冠军 然而 组织者表示可以进行改进 例如在路线上放置厕所 这场比赛也是首届东亚半程马拉松锦标赛 中国选手谢东升和徐双双分别获得男子和女子冠军 维斯塔潘在拉斯维加斯的胜利标志着F1赛季的第18场胜利 刷新了记录 南华早报 马克思 维斯塔潘赢得了拉斯维加斯大奖赛 这是他本赛季的第18场胜利 查尔斯 勒克莱尔克获得第二名 赛尔吉奥 佩雷斯 获得第三名 埃斯特班 奥康 获得第四名 维斯塔潘曾批评一度中断了41年的一级方程式赛车 重返拉斯维加斯 但他在车队无线电上演唱了维加斯万岁来庆祝自己的胜利 比赛中发生了许多事故和领先变化 维斯塔潘在被罚推广勒克莱尔科出界后 不得不努力重新夺回领先地位 香港选手在壮观的亚洲三项全能杯比赛中获得领奖台名次 南华早报 Jason in Thailand和Belly Brown在香港的亚洲三项全能杯比赛上获得了奖台 比赛在维多利亚港举行 同时也是明年世界三项全能杯赛的测试赛 NG在男子精英组比赛中获得第二名 而Brown在女子组比赛中获得第三名 两位运动员都赞扬了比赛和地点 表示能在自己的家乡参赛是一种荣幸 中国的租房市场将经受住房产危机的考验 因为购房需求下降 南华早报 预计中国的多家庭物业市场将随着供需的增加而蓬勃发展 尤其是在上海 JOL亚太资本市场住宅部门主管罗伯特安德森表示 他说上海和中国其他一线城市对多家庭住房的需求得到了移民人口的支撑 移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35%至50% 习主席表示 中国国家足球队击败泰国是幸运的 南华早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与泰国总理Freder Sivison的对话中对中国男子国家足球队的能力表示怀疑 习近平此前曾表示希望中国能够举办并赢得世界杯 但他对球队的水平表示不太确定 中国最近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以2比1击败了泰国 但习近平将胜利归因于运气 中国男子队近年来面临批评和失望 一场重大反腐败运动影响了该运动 并且遭遇了几次尴尬的失利 球队将在世界杯预选赛和亚洲杯中面临关键的比赛 日本军方在可能容易受到中国攻击的岛屿上举行演习 南华早报 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东海的一个海滩上进行了一次模拟袭击 以警告中国、俄罗斯和朝鲜 日本准备保卫其领土和核电站 该地区的紧张局势非常严重 日本首相岸田伦雄警告说 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攻击 东亚可能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日本政府已承诺在未来五年内将国防开支翻一翻 然而日元的极具贬值迫使日本削减了一些计划中的购买 德国资深波普艺术激进派的复兴 未报 德国波普艺术家托马斯·拜尔·托姆斯·贝尔 以其对大规模生产和汽车工业的迷恋而闻名 他在都林前菲亚特工厂的屋顶上推出了他的最新作品 名为《火烈鸟的雕塑》 该雕塑由一条圆形扁平金属条制成 让人联想到工厂的装配线和测试跑道 但也暗示了一条无处可去的道路 现年86岁的拜尔长期以来一直对汽车的大规模生产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感兴趣 他承认汽车不再被视为进步 而是被视为怪物 拜尔在都林的回顾展探索了他对工业和文化的迷恋 展出了交错的纸板格子 印有念珠的轮胎和行业巨头的肖像 拜尔出生于柏林 1960年代在法兰克福长大 受到激进的学生政治和城市艺术界的影响 他从未将自己对西奥多 阿多诺 Theodore Adorno哲学的兴趣 与对大众汽车装配线的迷恋分开 Barrell的作品通常以重复的像素化图像为特色 这些图像由数千个微小的手绘超级形式组成 反映了大规模生产的美学 虽然他的作品颂扬汽车作为经济实力的象征 但他也认识到他的局限性 以及改变我们看待和使用汽车的方式的必要性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新闻内容 首先 根据CNN和纽约时报的分析 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比总统乔拜登 更有可能在2024年连任 这是因为哈里斯在年轻选民和黑人选民等关键人群中的支持率 要高于拜登 虽然内部人士认为 拜登将依赖哈里斯赢得第二个任期 但他们担心过多的 让不喜欢他的选民 接触他可能会成为一个负担 哈里斯计划在新年期间 进行一次以堕胎权威重点的竞选之旅 他还在寻找机会强调 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来解决枪支暴力问题 助手们希望哈里斯能够担任主攻守的角色 因为这是竞选伙伴经常扮演的角色 在阿根廷 选民正在面对总统选举中的艰难选择 经济部长塞尔吉奥 马萨和自由主义候选人哈维尔 米莱代表了不同的经济管理方法 这次选举被视为选择较小的邪恶 而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 在美国 民主党人开始担心 拜登总统赢得2024年大选的能力 尽管拜登是该党的强大候选人 但他们担心他的年龄和竞选活动的策略 拜登的连任竞选活动 已经开始描绘一个灾难性的未来 警告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 美国将会面临灭顶之灾 俄罗斯黑客组织声称 对乌克兰战斗机供应商发动了网络攻击 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这显示了网络安全问题的严重性 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解决 习近平表示 中国愿意继续与美国在大熊猫保护方面合作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也是加强中美关系的一种方式 在其他新闻中 德国的波浦艺术激进派正在复兴 这显示了艺术对社会的影响力 此外 日本军方在可能受到中国攻击的岛屿上进行演习 这显示了地区紧张局势的严重性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信息和观点 请大家积极参与讨论 提出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谢谢大家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请留下你的评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台湾两个议题 关于独裁所 我们来讨论一下 比较这次拜习峰会 比较温馨的画面 第三个议题 有个人拜登在跟习近平会谈的时候特别问候了这个彭丽媛啊也祝贺他一天祝贺他生日快乐 拜登好像提到过11月20号他跟彭丽媛的生日告同一天啊那当然彭丽媛没有参加 我观察了一下这个胡平我观察就是因为拜登毕竟是这个东道主他特别经过精心设计啊 你会发现他在这个中美会谈的时候支持完说特别想说we come back 这是一个很很很很温暖的一个画面啊 特别提到他是最了解习近平跟习近平会谈最多的啊 所以他也欢迎这个习近平在六年这扩北六年之后再踏上美国也是他跟这个拜登啊 这个一年多没见面之后那当然除了这个所谓彭丽媛之外 他也特别看了这个习近平所做的这个坐车啊红旗 那他也特别这是美所谓中国的凯尼拉克啊 这个是一个比较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也手机秀出来38年前 习近平当河北政县政定的这个县委书记的时候访问旧金山大使的画面啊 你怎么样看待拜登这几个举动 当然这个几个举动是我们也拜登也是特意让大家看到的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过去那些不同制度的领导人 他们在这个见面的时候 我们也会说些比较温馨的话 也会有点排排肩膀啊大家称称道地的说法 肯定是人见面三分情的啊 他不可能见面的时候都是拉着脸啊 就表明自己的立场 那表明自己的立场是表表明给外界给公众看的嘛 他们在单独会见的时候恐怕也还是一块喝喝酒啊 聊点家常啊也会这个样子 这一方面呢他本身这种做法本身他可以营造出一种比较正常的人际交往的这么一种气氛 而你在这种气氛之下呢就显得你要做出很重大的 彼此针锋相对的彼此敌对的行动就显得比较困难啊 你就拉不下脸嘛 他就是他多少起个润滑剂的作用啊 那这么一来的所以他这些小举动这些小动作就给人感觉 那中美只要是在拜登在位的这个时候啊 那中美关系呢不会坏到哪去就主要给这么一个影响 但这一点呢他从来也没法就是掩盖或者是抵消 由于制度不同由于双方的这个大政方针的不同可能造成了一种冲突 可能造成这种敌对甚至可能打仗啊 那在正盘上我们觉得啊两个人成兄道弟这个这个啊 喝酒啊但是并不妨碍两个人下来之后就互相打起来 一点都不妨碍都不都不妨碍 他更多的给给大家一种气氛 当然现在的他现在他们拜登来说就是主要的一个拜席会 主要的要传达给外界的一个信息就是他们在管控分歧避免冲突 你看他俩人都这么好了对不对 这私人关系都这么好了 那么显然啊他们有什么事都好商量 不至于搞到刀兵相见的程度 他主要传达这么个信号 而在这点上呢你该说认为呢 他还是比较成功的 他确实给外界这么一种感觉 当然这种感觉其实并不需要借注意这些小动作 没开这会之前我们知道他双方要会面 他们就是这个立场 而且双方都认为这个时候中委之间要是刀兵相见了 那个后果不堪设计啊 徐晋平讲话也提到这点 他主要从这个角度 其实大家都认为在是要在眼下这个阶段 短期之内两个国家互相打起来 这种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 但是呢确确实实他并不能掩盖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矛盾 各样的各样纠纷 关于台湾问题也是啊 哪怕一个小小的菲律宾的问题 一个仁爱交的问题 弄不好都可能因刀兵相见的呀 仁爱交那不就是菲律宾说是他的地 他的属于他的吗 而中国认为这是属于这个十一段线的范围之内 那岛交都算是他的 然后就去 因为那个仁爱交的事实上 现在是菲律宾的一个破军舰在那儿站着 表明是他的 然后中国就不断派各种军舰去阻挠菲律宾派船 给那个困在岛上的困在仁爱交上 那个破军舰的输送补给 那这样的我不让你补给了 那边的船上的人没吃没喝了 他就只好撤退了 一撤退了 那他就进去了 那你算是他的了 他就用这种方式吗 那当然菲律宾想方式 非要把他用船只给仁爱交那个他的破军舰去输送物资 和替换人员 表示是他的 那么这里头就不排除他们中国的军舰 中国的船只和菲律宾的船只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就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很小一件事 一个看着地图上都找不到 看不见的一个胶 连岛都不是 就是个胶 因为那个事 就可以可能打起来的 而一旦打起来的 菲律宾和美国是要安保条约的 那打菲律宾就是打美国 美国必须得出手的 这些都可能引起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 而这件事现在都没有平息 还时不时的老在发生的 所以现在中美两国之间就燃点还是存在的 可以引爆两国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那些东西还在那 他现在这次并没有给这个问题给出一个让人放心的答案 只不过大家都看到双方的最高领导人现在无异于在这些事情上就打起来 所以你就知道他不会虽然这问题还在那他没有没有解决没有根本没有解决 只不过觉得你现在双方领导人现在是这个态度那么基本上估计呢 搞事也搞不大就无非就这么给外界这么一个印象 声明你怎么看拜登这个祝贺彭丽媛生日 然后习近平反过来说很尴尬是说我很忙我忘了这个事情 你怎么看习近平这个反应啊 声明在线上吗 那个我觉得双方都做了工作做了些工作吧 都知道我想习近平应该知道拜登的生日是哪一天 拜登当然肯定不会知道彭丽媛啊 肯定是他旁边的人告诉他彭丽媛的生日 彭丽媛生日并不是一个很公开的事情 他们俩是同一天生日就是三天以后吧 但这个事你就换为思考一下 大概也只能由拜登来提 就是如果由习来提就不大妥当了 他不能说我太太三天以后生日就是20号生日 你那天也是那个就就没法开口 那个话 但拜登的这个他比较比较容易 就是刚好就是祝他生日快乐 我也是那一天 那习当时他说我忘了 我相信他不会忘 就这肯定也是他们都知道的要谈到的一个 就是要表示友好的话就会提出这种 包括拜登拿出就是他当习近平当时照片 到他85年第一次来 前后来的大概七次了 他85年那次来呢 其实当时我最后我Prinston一个朋友 就是他给他当了翻译给他开车 就那个时候呢 他也就是镇定县的一个县长吧 因为当时来呢 就是作为就是党的那个职位 他不方便 所以他来的时候是用了这个镇定县的那个梁氏剧局长 以这个身份来的 那么就这一次我觉得他真正一个 不是梁氏剧局长 是什么保定呢 还是什么上级市的一个什么食品安静协会 他并没有伪造身份 这是一个民间一个民间的身份 反正跟梁氏跟梁氏有关的吧 就是这种 对 那么他他现在呢 我觉得这一次来比较比较有意思的呢 就是我关注到就是 当然中美之间解决了很多问题 美方和中方双方 就说强调的重点不一样 中国呢 就说美国就承诺不支持台独啊 这些讲的比较多 而美国的重点呢 第一个就是恢复了军事的对话 这是美国最担心的事 就很长时间就美国打电话 中国就不接了 那如果再发生四年以前的 就是 李立将军和那个李作成将军的两个电话 要发生这种事的话呢 那就真的很危险 就是有危机的时候你根本 就没有交流的手段 所以美国第一个呢 是恢复了这个交流 第二呢 其实我们看到美国强调呢 是那个毒品的限制 就毒品在美国去年就是 因为吸毒过量死亡的人 是创了历史记录 就平均每天300个人 就一年大概将近11万人吧 而这个中间最主要的就始于呢 是来自于中国的那个芬太尼的 芬太尼化学原料 就本来的中美贸易协定的时候 双方是已经达成了就是 要中国要严厉的管控 就不是中国政府把这个弄出来的 但是就是一些为了牟利的一些人 它本来就是一种化学制品 也不算是毒品 你烧架加工改造就能成为毒 那本来中国是承诺这个 那后来因为中美越烙越僵 那中国这方面可能也就不怎么卖力了 那这次呢就强调了这个问题 双方又成立了工作组 就有点像这是缅甸 缅甸不是禁毒 是禁什么呢 就是那种电信欺诈 电信诈骗 那就是中国要是真的就是下决心 用很大的力量来做的话呢 就相信这可以减缓很多 因为你想每天三百个人 是美国死亡最多的一种 每天死一枪击的人大概两百人左右 其他的那些都没有这个毒品多 所以这是就中美双方强调的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中国就是台湾问题强调比较多 还是就中美的应该不要做敌人 不要把对方想像这敌人 就所谓的不要有那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那么从建设性的角度上呢 中国就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就习呢 他说他他宣布 就是每年要请的 他说我愿再次宣布 为扩大中美两国之间 特别青少年一带的交流 中方在未来的五年呢 愿意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 这个建议呢 实际上我回国的时候呢 我一个朋友 他最早他提了这个想法 这个想法呢 我也不知道是 就是大家都想到这一点呢 还是 这一点就就传上去了 就是因为跟各种朋友也谈到这个 当时是跟一个老同学带着吃饭的时候 就那个老同学就提到 有什么方法可以化解就中美之间这么敌视的情况 我这个朋友呢就随口就讲了一句 他说学胡耀邦嘛 邀请三千名 日本大学生 到中国来 他就邀请一万名美国的年轻人到中国来 那年轻人看的时候 他看到什么就说什么 那不像你邀请去政客啊商人 他们有自己利益 你就是 你说的也没有用 他看到了他也不会去说 所以就是让大学生年轻人来 他们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因为现在中和美国之间这个误解非常深 深到尤其是美国人对中国的误解 包括我自己的小孩 就讲到美中国的时候 他们真的觉得中国人就是一个 就是不能呆在地方非常危险 就完全没有民主没有自由 就是人民水深火热吧 就是我做了一个初步的就是 我自己在认识的朋友之间 就美国小孩之间 他们真的就有90% 我觉得就相信 中国的新疆就是搞种种民意诀 中国就是那种强迫努力劳动 就这些怎么来的呢 我觉得就是一种心理投射 还真的不是说就是造谣啊这些 他就相信 因为美国人从他自己的那个经历来 他会得出这个结论 我以前也在这讲过 其实你要讲的种族灭绝的话呢 如果美国说自己 就Anglou-Sangshirman说自己是老二的话 没人敢成老大 我们知道呢 Anglou-Sangshirman最早他们不是在英国 他们是在欧洲大陆上 就公元五世纪的时候呢 一群讲的日耳曼语的 Anglou-Sangshirman他们去了 就渡过印记里海峡 去了英伦山岛 从此以后英伦山岛是开尔特人 基本上就就消失了 只剩下很少的现在一些在苏格兰的红头发的 这是第一次 于是 英伦山岛就成了呢 Anglou-Sangshirman他们的 他们的土地了 他们的国家 其实那本来不是他们的国家 然后又过了一千年 哥伦布呢 就是越过了大西亚 就Anglou-Sangshirman又来到北美 然后北美的几千万的印第安人 现在也就剩下大概不到一百万了 就不管是因为战争也好 瘟疫也好 反正基本上是 百分之九十不再存在了 这是第二次 然后呢 又过了三百年 他们又到哪呢 又到了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土人 也基本就消失了 再过一百年 这些Anglou-Sangshirman又去了新西兰 新西兰的毛利人 现在也成了极少数的小数民族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一千五百年之间吧 就是当Anglou-Sangshirman所到之处 当地的凯尔特人 印第安人 澳洲土人和毛利人 基本上就灭绝了 就在他们的尸骨上呢 我们就看到了大英帝国 日不落帝国 也看到了今天的五眼联盟 五眼联盟实际上就在五个国家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加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当然你可以说 所以这一切呢 你可以说这是 文明 战胜了野蛮 你也可以说是呢 种族灭绝 就看你怎么定义了 但事实就是 就是这样发生的 所以美国人大部分他认为呢 就当讲到中国种族灭绝 就是在新疆 讲到中国强迫就是 新疆人 奴隶劳动的时候呢 他会相信 因为这就是这种心理投射 所谓的将心比心 你几多人吧 小偷呢 看谁都像小偷 他会觉得 你文明知道 南北战争就是因为 部分的是因为吧 就是 奴隶的强迫劳动嘛 所以他会觉得 就是我们如此文明的国家 我们都干过这种破事在历史上 美国对印第安人表示忏悔 他们呢不收税 不当兵 给他们很多福利 赌场呢 只能在他们土地上开 这一种补偿性的行为 那他说你中国那么野蛮 那么落后 那么坏的国家 你们会不干那种事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美国人 就当政客们啊 就宣传 中国是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呢 美国人就相信了 那这种情况你怎么打破呢 我觉得就是就是 习近平这次提出来的 邀请年轻人到中国去 就不要在美国什么宣传中国 就让中国本身来宣传中国 是最好的 就与其把钱花在孔子学院上面 你不如呢先把中国的事做好 然后呢再打开国门 让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的年轻人 对吧到中国去 就来看看中国人到底怎么生活 看看中国政府是怎么 在Dictate这个国家的 就是 治理这个国家的 最后同时呢也实地去考察一下 新疆到底有没有 对吧有没有种族灭绝 其实对很多美国来说 中国就是一个 上次一个朋友在这个节目上 他用而识 这个未来世界 你到那以后 那个地方没有乞丐 我在中国走了很多地方真的看不到 我以前去的时候很多 那个地方的人不用货币 我去了将近一个月从来没有 不知道怎么花钱 就是就是个手机支付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 犯罪就传统的犯罪 抢劫盗窃 包括就是这种偷窃 这些都没有警察 绝大部分警察的警力 被用的电信欺诈上面 这当然是由于摄像头的原因 也由于人们就不带钱了 你怎么去偷 他身上根本就没有钱 这种情况下呢 我是觉得 就是让 中国人就到 就是美国人到中国去看 现在的中国 它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的中国是不经看的 就尼克松时期到中国去 全国作假 成城政府 教老百姓怎么作假 因为 就怕的穿帮嘛 而今天的中国呢 没有那个问题 他惊看 就是不管这 所有就是 他这次讲到的 让 五万就是 美国学生 连续来了去 就是随便走 北京上海那种不用说了 包括那些老少边穷地区 老区 少数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 穷困地区 都可以随便去走 不过声明你提到这个 包括 包括新疆西藏吧 那些地方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所以 我是觉得反正在民生方面呢 中国其实已经 超过了美国 就是在医师住行方面 但是在民主方面 他去他肯定会看到中国人讲话 没有美国那种 那种讲话的自由 所以我就说改改造中美关系 也就是真的就是先从自己做起 就是把中国事实搞好 再把国门打开 让大家去 就现在那种大外宣 什么孔子学院这种 这种做法就是你做的越多 中国的形象越坏 因为大外宣 我们知道他放的电影就是厉害了我的国 就是 就 给人个印象吧 就是你落后就挨打 对吧 你 崛起了你就要就想打人了 就是一负穷雄饥饿的样子 就那掌控大外宣的人花了很多钱 其实都在干自己的私活 这些人也不了解中美关系恶化的真正的根源 其实声明刚才提到那个事情啊 你我纽约时报这两天有一篇报告 就是中美的黄金树叶说说再见啊 其实很多里面提到很多像早期 虽然中国不开放中教不自业 但是你看很多传教士在中国大陆 很多老先老太在外里长城在那边观光旅游 很多你刚才提到青年学子交流的问题啊 很多其实很多美国中国通 包括亚洲观音协会的那个 那个中文官专家我想军涛博士胡平 其实也认识这个夏威 他也提到了他早期在北京的台 在台湾求学学语言的时候 学中文的时候的一些日子啊 所以早期现在的在美国大学生 在中国留学不到一千人 比相较2015年我看来 看了一份数字啊 相较2015年一万五千人 在天壤之别将近少了九成 他现在实际上是这样就是非常少 就但是中国到美国来的人 仍旧是每年就是几十万人 这个还是多了 还是多了 中国甚至可能更多 中国没有减 但是美国是大量减少了 美国非常少了 少了九成以上 少了九成以上 对对对 就实际上呢就是所谓的 就是邀请就是每年一万嘛 五年 在美国并不难 一个你比如说你可以用那个抖音 就美国青少年几千万都用抖音 你用抖音抽奖的方式 大家要是谁赢了的话 就这种比赛 那就可以到中国就free的 就是一个旅游也好 学习也好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 就是美国 像我们都有小孩都知道 美国大学里面 一般好一点的大学 他都有那个校际交流的 就是你四年大学期间 中间有几个月半年呢 你可以到英国去读书 你可以到德国去 到意大利去 那就中国没有这个项目 你就开放这个项目就完了 也可以到中国去 就因为年轻人看到什么 他们会说的 政客不会说 商人也不会说 他们要 有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 和他们商业利益 有政治正确 他们要遵守 所以 中美打破这种隔阂的话 应该就是从底层开始 应该是 去搞再搞大陆 市民的重点 就是引进维信 让美国年轻人 甚至到大陆去看 一句话大陆现在惊看 很多事情 不惊看的事情 比如说言论方面 政治 由于美国人去 也许也可以改善 就是 因为他们看到什么不满意 他们会提出来 怎么我到大陆 我就上不了互联网了 我就看不到海外的东西了 这是个问题 有时候他山之域可以攻识 就大陆自己人突不破的东西 也许就是一些外力的人 反而有好处 比双方去抹黑对方要好得多 这种 我一直很欣赏 芒哥先生一句话 他中美应该相互欣赏 不应该相互抹黑 不应该相互去攻击 因为这两个国家 没有根本厉害冲突 中国不想 取代就是 取代美国 美国也不想在中国 对吧 占领中国殖民地啊 这些 所以亡我之心不死 这是一种 左派的夸大 但是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帝国 有一天强大了 要把美国干掉 这实际上也是不合事实的一种说法 和平在线上吗 现在班农总统非常忙啊 他要招待这个 亚太金国会议的其他的一些国家 所以昨天的一个意外的动作就是 班农总统直接的走到这个习近平的座位上 当时我们也说 当时到夸多了夸了夸得要命啊 赶紧喝水啊 然后这个王毅就很惊恐的站起来啊 然后这是班农总统啊 好像是给他一个盛情 给他一个制衣吧 我觉得这一次班农总统是用了非常大的一个力量 试图去稳定恢复这个关系 道理非常简单 就是中美关系没有任何理由还是次要的 从现实的必要来讲 如果中美关系不合作的话 非常的严重 非常的严重 刚才美国的这个毒品的问题 中国这一次也做了一些具体的承诺 你看墨西哥的这个总统 也就专门过了 他原来专门不参加亚太金融会的 最后面都来跟习近平谈 因为毒品的一个途径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墨西哥的问题 所以看样子是比较认真在处理这个事 如果能够减轻美国的毒品泛滥的话 这是一大这个这个一大成就 更不用说再提到气候啊经济方面的合作 那根本就不可能产生所谓的投高 甚至我认为出风险都是一个完全的伪问题 甚至你竞争这种说话都是不妥当 因为中美之间它完全不是不一样的特性 你不能说中国和美国之间变这个竞争这个司法吧 对吧 不能竞争人群吧 不能竞争理论自由吧 你也不能说美国可以跟中国竞争这个竞争制造业吧 甚至变成老大老二的没有可能性 中国这种价值和意识形态在短期之内 或者几十年之内要成为取得美国的领袖都没有可能性 双方实际上恰恰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意伙伴 也不要装的那么友好 但是你至少美国是这个中国最大的一个蛮主 对不对 把东西你销售给美国嘛 对吧 那美国做了很多动作办的 你很辛苦 搞了全世界这个会那个会 给定不了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产业转移 根本就不可能什么经济往日本走啊 这都是完全失靠的一些泡沫 对吧 因为日本现在都已经进入了 经济是技术性的衰退 在这个主要的技术产业方面 绝大多数都会弄好于这个中国 中国在新技术方面的这个主导地位 基本上是在未来是很难以动摇 就像美国的创新和美国的人在西亿尼难以动摇的 所以我不认为中美之间真的是有一个平行的 这个项目性的这个竞争关系 从制度来讲也谈不上有竞争关系 所以真的 但是你不合作就惨了 对吧 欧洲已经搞成这么乱七八糟 对吧 欧洲基本上现在变成了一个二流世界一样的国家 对吧 每个国家的经济都不好 然后还有战争 中东本来开始走向和平 现在也是这个样子 如果亚洲对吧 关系也弄不好 那你就更糟糕了 那中国今天的经济也遇到很多的困难 但是中国的经济已经比别的国家好啊 它还有增长啊 对不对 你像这个日本已经负增长 欧洲已经是增长也比较低 这都是今天在一个已经高速发展了 一段时间之后的一个反应 但是相比之下 中国的修正的能力更强一些 所以我觉得中美关系 慢慢要看清楚形式 灭不了水啊 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水灭掉 那个时代已经早就过去了 什么叫黄金色月 难道中国的平清的时候 你白人跑到那个地方啊 大家看到你哎哟 来了一个白人了不起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对吧 但是中国的法治呢 你现在一个啊 华人回到中国受了尊重吗 你不要尊重 你至少不要鄙视嘛 你至少不要欺负嘛 对吧 你你抓一个间谍 至少不要把一个 一个间谍猜产的那么厉害吧 何看人家未必是间谍 陈雷也好啊 这个这个加拿大的两个 两个这个这个白人也好啊 所以中国啊 确实有最基本最基本的问题 我倒不认为是邀请几万人了 有什么根本的足运 根本的足运还是要改变 一个基本的法治框架 因为这个不仅是你自己的一个国家 形象的问题 也是个国家的一个公平和和你社会 直属必须需要有一个法律基本的东西 中国要走的路其实还是非常长的啊 就从文明的角度来讲 但是从中国的制造业 中国的经济能力 甚至中国的科学技术方面的这个力量 那是这个这个真的是中国的比外交 他想象的要不是要强一点点是强太多了 基本上我们在八十年代想象的新技术革命的浪潮的 主要的力量现在是在中国 甚至包括人工智能 嗯 今天怎么看那个拜登的这个祝贺彭丽媛生日快乐 我觉得呢 这个拜登是彭丽媛的生日快乐 像盛平说的就想套词 就是说呢 他他做了一些功课 我觉得他发现了这个 习近平是个虚荣心很强的人 就是说你要是有些东西对他示好啊 他他在这点上 有中国人说他可能根子上可能有些厚道 所以他会心存一种感谢吧 就他会在一些方程做出会议 这点我觉得川普就做得很好 把他哄得很好 把他打得满地爪牙 但是还每次还是 当然可能川普也是真心这么说了 因为他最后的时候 他也说习近平是个什么 满地爪牙 爪了谁的牙 谁的牙是掉掉了 这个和平啊 我们不整 你这个专业上的事 我现在不在这儿给你讨论 我们什么说 你不要老是用专业这个词好不好 不是不是真的是 没有我在讲 打的是贸易战吗 那我就说贸易吗 但那个川普没想打别的 咱们不要说什么高科技 他讲打的就贸易战 好了你不能打断我 你这怎么犯的错 跟我跟盛平先生在那儿犯的错 我一样呢 就是这个好了 我再回到说呢 我觉得呢 但这些事好呢 都是为了哄一个酋长开心 其实啊 你看英国人 我跟盛平说 他去啊杀这个杀那个 但英国人还有个特点 只要你服我了 你那时候你不服我杀你 不过那地方那些地方去的 本来就是你杀我杀你 谁本人大谁杀谁 英国人不杀的话 就是美国人不杀 那一天就对他们进行 灭就这样 所以但是只要你服我呢 我立即开始对你 以理相待 甚至还愿意如猫瘾血 按照你的礼节来 大英帝国管的地方 那也不是什么种族灭 日不落帝国下头 连吃人的 你看他有自由法治吧 那个他管的不多 有吃人的都有啊 但他怎么不干预别人 有一点 你不要破坏我的规矩就行 美国也这样子 他管理的这个战后 这个帝国什么制度上 他都不关心 他只关心一条 就是我的国际秩序 你要尊重 我来维持国际秩序 他对中国的这个说法 就是说你在威胁到 我们管理的这个国际秩序 而且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 在这个秩序中间 好回过来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觉得盛平说 邀请青年这个呀 其实习近平是不怀好意 我这个词啊 用的有点刻薄 我们得先说啊 但是客观上说 习近平有三句话 在这次为拜承 第一呢 他说活力在民间 主美观音 第二 他说呢 这个希望啊 未来希望呢 在青年 第三句话叫 动力在地方 然后他说 我请了纽森去 他下面可能还会 请很多州长去 我请青年去 他请了习勒协会 他去了 那效果不错 我也请了这个 就是像这么比尔盖茨 我见了比尔盖茨呀 马特尔呀 还见了这个什么 基辛格呀 他就是发现呢 我前一段时间在掰腕子 我把美国看着中国和美国的事 没必要 我应该在美国内部做文章 美国的政客是要看选票的 所以他现在他说这三句话 其实他分别做了很多功课 就是想把他和美国的冲突变成美国 而且他在前段他说了一个话呢 叫这个实际上中美关系没搞 是美国一小撮政客搞的 不是这个就是美国人民对中国不好 那所以他做了这么一个判断 于是要请五万 他可能我跟他 我估计他要轮番掉 那些州长都搞去 用他手里的经济购买力 去分化美国 去这个 我说的有点客宝 还这么说 但客观上呢 他想用美国内部的这种空间 制度空间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在作为操作 那么中国想不想替代美国 我觉得这不像和平先生 和盛平先生说的 消灭资本主义 这个什么这些东西 我知道盛平先生是不信 习近平这么想 但习近平确确实实 他觉得这个制度好 这个制度要跟人类分享 要把中国的他这套治理经验 要把他作为一个人类的一个模式 要推广 这也是他明明白 我相信他说这话 他是相信的 至于说他要分化 什么明年有什么效果吗 盛平讲了 他的孩子 这个在这边 他那是你是在美国 我的两个孩子 一是共和党的 男孩是共和党的 女孩是民主党的 那回国之后 那这是讨厌的 不得了 甚至讨厌自己的亲戚 我觉得不能忍受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就说 其实这俩在国内都非常受宠 他们回去也是在经济上 政治上 这个地位都是很高 而且各种人呢 对他们都是 因为他们都有些成就嘛 他们本人都有些成就 所以都哄着他们呀 很尊重的 他们觉得那种中国人那种尊重他们 他们都觉得难以忍受 真的就是 所以都想尽快的离开 不喜欢他妈 每年带他们回去 所以我就说这个习近平这套肯定失败 失败的原因可能很大伤 还真的不是 政治 政治上他们倒也没有感觉到什么 只是觉得这个就在社会的这种习俗 一般社会风气上 由于这个专制体这带来的这些东西 那当然他们俩没去过台湾 我没有问过他们 不过我感受 我直觉上我觉得他们会喜欢台湾 因为我去过中国 他们不喜欢中国东西 我也其实有点别扭 我没有讨厌 因为我长在那个环境里头 但是我喜欢台湾 而且我觉得很多美国人到台湾 觉得很舒服 就像他们在邓小平 就是江哥民是最好的 自己他们去 他们觉得很多人很喜欢中国 那种 你是可以对我讲话的 你可以在互联网上开玩笑等等 但是我的孩子其实就不喜欢 所以我觉得呢 习近平这样想 那地方根本就说了 弄一笔钱是真的 不过你让他去 为这个习近平去游说什么 只是对他的利益有关的 他会去游说 当然那些大公司呢 昨天问我说资本主义 是不是能被共产党收买 我说那也不是 资本主义这个东西啊 我跟华尔街那些人介绍 我说他们有一个信念 就是金钱是创造和平 创造幸福 而且能改变政治 改变社会 改变人心 甚至改变人性的东西 他是基于人性 改变人性 所以他们相信 只要资本主义在扩展中 这个专制的国家什么 都会被改变 他们有这个信念 所以他们才会做这个事情 倒还真的不是说 共产党就把他们收买了 没有 我在那回头 我说呢 其实我们刚才找的话题 我说呢 拜登呢 其实真的是想讨好习近平 但是就跟英国那些人 他也不是完全 他就是说 只要你接受我的规则 我愿意甚至像哄你的酋长吧 和你就吃什么一些生肉啊什么这些 按你的习俗去对你表着尊重 然后寻求又和平共处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在2013年阿根廷总统选举中 获得了29.98%选票 而马萨德票率36.68% 两人位列前二 由于未有人获得超过45%的选票 第二轮投票于11月19日举行 米莱在第二轮投票中 击败对手马萨德 成功当选新一任阿根廷总统 哈维尔 米莱就像他的头发一样 充满了不可预测性 哈哈 这真是一场经济学家的逆袭呀 哈维尔 米莱 一位在阿根廷经济学界 有着极高声誉的人物 他以其独特的经济理论 和过人的领导才能 成功地从一个学术界的书呆子 变成了阿根廷的国王 米莱在第一轮投票中 虽然选票落后于马萨 但他的经济学理论和政策方案 在民众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他的经济学理论 既有奥地利学派的影子 也有自由市场经济的精髓 他坚信 只有放大市场的力量 缩小政府的干预 才能带来真正的繁荣 在第二轮投票中 米莱用他的经济学理论 打败了对手马萨 这无疑是对他经济学理论的一种肯定 也是对他领导才能的认可 他的成功当选 让人们看到了阿根廷经济的新希望 米莱的成功当选 也是一种对阿根廷经济改革的期待 他的经济学理论将为阿根廷带来新的经济模式 我们期待他能够通过实施市场经济政策 让阿根廷经济脱胎换骨 实现真正的繁荣 哈维尔 米莱 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新任阿根廷总统 将会是阿根廷经济改革的新希望 我们期待他能够带领阿根廷走向新的繁荣 当然 我们也期待他能够在总统任内 将他的经济学理论从理论变为实践 从学术界走向政界 为阿根廷带来真正的改变 米莱的政治立场确实相当极端且多元化 对阿根廷的政治景观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他的意见和政策观点跨越了经济 社会和外交领域 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 他的政见从经济学到社会议题都涉及很多方面 他主张极小政府和无政府资本主义 这在当今政治场景中并不常见 而在社会问题上 他的观点也相当具争议性 例如反对堕胎合法化 支持器官交易合法化 反对强制性性教育等 这些立场使他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多争议和讨论 他的个人生活方式和言论 也显示出相当独特和古怪的一面 例如他不梳头发 饲养多只狗 并以不寻常的方式表达他对政治和宗教的看法 米莱伊在阿根廷政治舞台上的成功和当选总统 反映了许多人对现有政治体系的不满 和对新观点的渴望 他的意见和极端立场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的支持 但同时也引起了对他观点的广泛质疑和反对 他对外交政策的立场也相当坚定 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 并对以色列保持支持 这样一个多元 极端和引人注目的政治人物 无疑会在未来继续引起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经过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选举战役 米莱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勒莫 他的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 有意大利血统 而他的父亲曾是一名巴士司机 后来成为一名公交驾驶行业的商人 米莱伊从小在维拉德沃托生活长大 后来搬到了萨恩斯·佩尼亚 在1989年之前 他一度是小农夫体育会少年队的守门员 米莱表示 由于何塞、阿尔弗雷多、马丁内斯、德·奥斯 担任经济不长期间 国家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 18岁时他决定不再以踢足球卫生 而且开始学习经济学 并打算以此谋生 他表示他的父母曾虐待他 而且还言语羞辱他 所以至少有10年的时间 他没有联系过他的父母 他还曾是乐队《埃佛勒斯特·Everest》中的主唱 该乐队主要翻唱滚石乐队的歌曲 哈维尔·米莱 这位名字在阿根廷政坛上犹如一颗星星 以其独特的风格和观点 成功地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他的成功当选 可以说是一个经济学家 成功转型为政治家的典范 说到他的成功 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他的背景和他的政策主张 首先 米莱是一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他坚信市场经济的力量 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活动 他认为 只有让市场自由发展 才能创造最大的社会繁荣 这种观点 在阿根廷这个长期受到政府干预的国家 无疑是一种创新 其次 米莱的选举策略也非常值得一提 他选择以一种极其直接的方式与选民沟通 这种方式在阿根廷政坛上是相当罕见的 他不仅在社交媒体上活跃 而且经常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 直接向选民表达他的政策主张 这种方式既让他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也让他与选民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在这次选举中 米莱以其独特的风格和观点 成功地击败了对手马萨 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成功 也是阿根廷政坛的一次创新 我们期待他在未来的任期中 能够带给阿根廷新的变革和发展 至于他的当选 我想用一句幽默的话来形容 这就像是一场足球比赛 米莱用他的头脑和策略 成功地将球摄入了对方的球门 而这个球门 就是阿根廷总统的位置 我们期待他在未来的比赛中 能够继续保持这种胜利的态势 阿根廷政治一个重要转折点 哈维尔 米莱 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政治新秀 以他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 以及他那如同摇滚明星般的魅力 成功地在阿根廷的政坛上 获得了大众的喝彩 他的当选 可以说是阿根廷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米莱的当选 无疑将对阿根廷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他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 将对阿根廷的经济政策产生重大的变革 他的当选 也将为阿根廷带来更多的国际投资 从而刺激经济的发展 然而 米莱的当选 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他的经济理念 虽然深受一部分人的支持 但也遭到了另一部分人的反对 他将如何平衡这些矛盾 以及如何实现他的政策承诺 是他未来治国的一大挑战 米莱就像是一个足球比赛的MVP 精准的传球和射门 米莱一的个人生活和观点 确实相当多样化 他的外表和发型凌乱 他自己也承认从不梳头发 他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 表示不会为自己的种族和外貌道歉 此外 他单身并没有固定的性伴侣 但他养了几只英国傲犬 把驼门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 在政治和社会观点方面 米莱一的看法十分激进和多样化 他曾支持自由恋爱主义 同时在某些场合中 表现出古怪和极端的行为 比如扮演超级英雄参加活动 以表达对抗某些经济学理论的看法 在宗教观点上 他自认是天主教徒 但对于教会和特定宗教领袖 如方济各教宗 持有批评态度 他的观点涉及对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批判 甚至表示 在国家和黑手党之间 他会选择支持黑手党 对于国际政治事务 他曾公开支持乌克兰 抵抗俄罗斯入侵 并在社交媒体上提问国家如何应对入侵时的应对方案 这些看法和行为可能让人感到惊讶或困惑 但也展示了他对于多个议题 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立场 在这场政治大戏中 米莱的成功当选 就像是一场足球比赛 他就是那个在关键时刻进球的球员 而马萨德则像是那个在比赛中失去控制 无法阻止对方得分的守门员 首先 米莱的政策主张 就像是一个精准的船球 准确地找到了选民的需求 他提出的经济改革计划 就像是一个精准的长船 直接找到了阿根廷人民 对于经济困境的痛点 他强调的社会公正 就像是一个短船 紧密地连接了他与草根阶层的情感 相对之下 马萨德的政策主张 就像是一个乱踢的球 没有找到选民的需求 他的经济政策 就像是一个过高的长船 飞过了阿根廷人民的头顶 他的社会政策 就像是一个过短的短船 无法触及到草根阶层的心 再来 米莱的选举策略 就像是一个精准的舍门 直接射进了选民的心 他的选举口号 就像是一个弧线球 绕过了马萨德的防线 直接进入了选民的心 他的选举活动 就像是一个直接射门 无视了马萨德的阻挡 直接射进了选民的心 相对之下 马萨德的选举策略 就像是一个偏出的射门 没有射中选民的心 他的选举口号 就像是一个偏出的弧线球 没有绕过米莱的防线 也没有进入选民的心 他的选举活动 就像是一个偏出的直接射门 被米莱轻易地阻挡下来 没有射进选民的心 总的来说 米莱在这场政治大戏中 就像是一个足球比赛的MVP 他以精准地传球和射门 成功祭拜了对手马萨德 当选为新一任阿根廷总统 而马萨德 则像是那个在比赛中失去控制 无法阻止对方得分的首门员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 经济学家 专业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 专业 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 六度world 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 欢迎大家收看 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有意在阿曼社军事基地 恐牵动美军全球布局 特朗普重返美墨边境 同时提出一系列强硬的移民提案 特朗普转发梅拉尼亚 对金色领域指控的回应 拜登表示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但他对特朗普的严厉警告 已成为他竞选的核心内容 请大家收看 特朗普重返美墨边境 同时提出一系列强硬的移民提案 美联社 唐纳德 特朗普计划访问美墨边境 在德兰市发表讲话 之后为国民警卫队士兵 警察和其他将在边境 驻扎过感恩节的人提供餐食 他将与长期盟友 共和党籍德克萨斯州州长 格雷格 阿伯特一同出席 预计阿伯特将在此次访问中 支持特朗普竞选2024年总统提名 特朗普一直在提出移民提案 这些提案将是他在任期内所采取的方法的巨大升级 包括恢复和扩大他备受争议的旅行禁令 对所有移民进行新的意识形态筛查 援引《外国敌人法》将所有已知或涉嫌的帮派成员和毒品贩子驱逐出美国 以及终止宪法赋予的出生公民权 特朗普作为候选人和总统经常前往边境 在2016年竞选期间 他于2015年7月前往德克萨斯州拉雷多市进行访问 凸显了他在移民问题上的观点如何帮助他赢得媒体关注和共和党基础的支持 边境问题也成为阿伯特议程的核心 并与拜登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争端不断升级 中国有意在阿曼社军事基地恐牵动美军全球布局 VOA陈云 随着美中竞争加剧 中国正在全力发展海上力量 追赶美国 有消息表示 中国有意在阿拉伯半岛东南端的阿曼·欧曼新建军事设施 扩张其在中东的影响力 专家表示 这可能会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评估 在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军事战略布局与资源配置 也意味着万一有战事发生 美国必须把兵力散布到更多地方去因应 无形中将增加处理台海问题的复杂性 彭博社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听取了顾问的一份简报 说明中国准备在阿曼新建一处军事设施 报道说 拜登被告知两国国防官员在上个月讨论了相关事务 阿曼方面表示愿意接受这项协议 中亚双方同意未来几周进一步商谈 在这项消息披露后 拜登致电阿曼元首 白宫11月10日发表简短声明 表示两人讨论了中东地区的最新事态发展 承诺强化两国长期的双边关系 但声明并未提到 是否有谈到中国你在阿曼新建军事基地事宜 位置优越 阿曼临近霍尔木兹海峡 该海峡号称波斯湾咽喉 是重要的石油与天然气航道 2021年 阿曼是中国的第四大原油进口国 占比8.7% 2000年 阿曼曾位居中国原油进口国的首位 当年从阿曼进口的原油有1566万吨 现已被沙特取代占比17% 在俄乌战争后 又有逐渐被俄罗斯取代的趋势 位在美国纽约的台海安全研锡中心主任 梅夫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阿曼虽然是产油国 也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GCC的一员 但人口仅500万 经济实力也有限 中国之所以会选择阿曼作为海外基地 应该还是看中阿曼优越的战略地理位置 它能够雄市霍尔木兹海峡 可以控制波斯湾通往阿拉伯海与印度洋的海上交通线 他表示 阿曼跟中共建交了45年 但双方经贸关系的依存度称不上太高 虽然近年来 北京透过一带一路在阿曼投下巨资 开发了不少项目 在杜库姆港 Darkinport购置了大量土地 投资杜库姆特别经济区的第一期工程 该经济区将是中东最大的石油储存设施所在地 当时中国声称是要建造炼油等设施 如今看来 显然就是为现在新建海军基地做准备 梅复兴说 杜库姆港面对阿拉伯海 传统上是美、英、日等国海军的补给加油点 中共选择阿曼明显旨在中东地区扩展立足点 此前中国的海外基地只有非洲即不提一个 如果未来中国在阿曼建立第二个海外基地的话 一来是保障攸关中国能源运输的海上交通线 二来是展现中国势力进入中东地区 可以提升北京在该区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三来则是借此四级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传统势力 今年三月 在中国居中协调下 一向被视为中东宿敌的伊朗与沙特 在断交七年后签署协议 同意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 在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后 中国也在寻求推动停火协议 10月中 中国海军第44批护航编队结束对阿曼的访问 并在马斯卡特附近海域跟阿曼海军进行海上联合演练 根据中国官媒央视报道 参演舰艇包括中国的导弹区逐舰滋搏舶 导弹护卫舰金舟舰 以及阿曼皇家海军萨达号巡逻舰 操演课目包含海上通信和编队运动等 削减美国影响力 分析人士说 这些都显示中国正在加强对中东地区的摄入 深化跟中东的防务与外交关系 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贾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阿曼除了地处中东战略要地外 长期以来也被认为是中东地区相对稳定和中立的国家 此种政治特性对中国来说可能具有吸引力 他表示 阿曼基地可被视为中国在吉布提后 补充和扩展其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进一步增强其全球军事布局 可能会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优势构成挑战与威胁 他说这不仅会提升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也可能作为对其他大国 特别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一种平衡 甚至可能会使美国和其中东盟友的关系受到分化 导致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相对下降 陈文贾说 中国的这一举动将可能被视为其寻求改变 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和秩序的一部分 特别是在海洋自由航行和国际海事安全方面 基地用途 他并表示 阿曼基地可以用来做情报收集 包括监视区域内的军事活动和海上交通 这对于中国了解和影响区域安全局势至关重要 或也可能提供必要的后勤支持 包括补给、维修和休息站功能 以支持中国海军航母编队在远洋的部署和行动 此外 基地也可促进中国和阿曼及其他区域国家的军事合作 包括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 同时考虑到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的海盗问题 也可用来支持国际反海道行动和维护海上安全 甚至一旦发生区域紧张或局势危机下 阿曼基地还可能用于支持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或撤侨行动 保护在中东和非洲的中国公民 梅富星表示 中国在阿曼开设基地对美国的挑战主要还是在波斯湾 以及阿拉伯海区域内的军事设施从无到有的性质 而不是量上面的威胁 因为美国早已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沙特、阿联酋等多个国家设有颇具规模的基地 并驻有相当兵力 理想与现实差距 他说 如果中国得以在阿曼开设军事基地 对于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与地缘战略影响力势必会有所注意 但从北京近来在以哈战争中试图运用有限的海军威慑力摆出加持伊朗的动作 就说明了其主观野望和客观局限间的差距 事实上 阿曼不只是中国主要的原油进口国之一 他同时也是台湾原油的主要进口国之一 2022年的前11个月 台湾自阿曼进口了1833.7万桶石油 占台湾原油总进口量6.5%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翟文忠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中国其实很怕美国切断输往中国的运游航道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中国的势力越来越大 并在阿曼的港口驻军 某天中国也可能以个是理由对输往台湾的运游船 实施登船领检并将之扣留 其后续效应不可忽视 这就跟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一样 美国指中国船只向伊朗运输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 将银河号扣留了33天 但最后没有发现违禁原料 却形同某种程度的经济封锁 战略布局重新配置 他表示 一旦中国跟阿曼达成协议 美国必须重新评估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战略与资源分配 换句话说 翟文忠表示 他的美国也要考虑万一真正发生战事 战线会延长 他要把兵力散布到更多的地方去因应 所以会增加处理台湾海峡问题的复杂性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与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正在与沙特和阿联酋两个关系最紧密的中东盟友 讨论共建军事共同防疫条约 此举引起了美国部分立法者和外交人士质疑 认为 美国近年来 调整全球军事资源配置与战略部署 即将重新转移至印太地区 以应对中国在印太的潜在威胁 但现在又回到了中东地区 跟当初追寻的目标相矛盾 翟文忠表示 按照中国三步走战略的惯例 阿曼基地一开始应该只是一个战略支点 待完善相关设施后 再发展成后勤保障基地 最终目标是朝向军事基地的方向走 珍珠链战略 他说 中国在寻找海外基地时有一个共通性 就是锁定地理位置要经的海洋遏制点 Choke Point 从而对该点所想要影响的水域 发挥中国在政治 经济和军事上的关键影响力 比如 吉布提保障基地面向曼德海峡 该处连接红海与亚丁湾 阿曼临近霍尔木兹海峡 其他一些民伤港口 如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 面向阿曼湾与阿拉伯海北部 向西 可及霍尔木兹海峡与波斯湾 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 面向印度洋北部 向西为阿拉伯海 向东为孟加拉湾 缅甸的脚漂港 面向孟加拉湾与安达曼海 柬埔寨云壤基地 面向泰国湾与南中国海西南部 均是如此 翟文中说 为了保障能源及海上贸易安全 中国把南中国海到中东之间 沿线各国的港口与海洋遏制点 串成所谓的珍珠链战略 这是一条中国最重要的海上生命线 后来中国用一带一路的民意包装 并扩大范围 阿曼就是中国珍珠链战略 扩制北印度洋的其中一个例子 根据美国战略学者马汉 Alfred Thayer Mayhem将军的海权论 哈里斯告诉CNN 他和拜登将必须赢得我们的连任 因为总统在年轻人和黑人选民中 遇到困难 CNN CNN和纽约时报的分析显示 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比总统乔拜登 更有可能在2024年连任 尽管两位政治家的支持率相似 但哈里斯在年轻选民和黑人选民等 关键人群中的支持率要高于拜登 尽管内部人士认为 拜登将依靠哈里斯赢得第二个任期 但他们担心过多地让不喜欢他的选民 接触他可能会成为一个负担 哈里斯计划在新年期间 进行一次以堕胎权为重点的竞选之旅 他还在寻找机会强调 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来解决枪支暴力问题 助手们希望哈里斯能够担任主攻守的角色 因为这是竞选伙伴经常扮演的角色 经过数月的寻找 哈里斯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政治策略师 尽管拜登团队的一些成员 对此想法持有抵制态度 参与总统能力评估的民主党策略师 已经开始寄望于哈里斯在竞选活动中 承担更多责任 哈里斯被告知他最有效的竞选方式 是参与主持人主持的对话 因为这能向选民展示他作为一个人的形象 拜登竞选团队致力于缓解民主党 对连任机会的焦虑 《华盛顿邮报》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民主党人越来越担心 乔·拜登总统赢得2024年大选的能力 许多人担心他太老了 已经失去了一步 然而 拜登的盟友回应说 这些担忧是没有根据的 总统是该党的提名人 而且是一个强有力的候选人 一些民主党人也对竞选活动的策略 及其缺乏明确的信息表示担忧 而另一些民主党人 则担心竞选活动在战场周的行动薄弱 尽管存在这些担忧 但许多捐助者表示 他们没有计划公开表达他们的担忧或改变方向 有些人被唯一一位挑战拜登的民选民主党人所吸引 但认为他的竞选是一场长期的抗议活动 而不是真正的替代方案 特朗普转发梅拉尼亚对金色淋浴指控的回应 英国独立报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爱荷华州的一次集会上 回应了针对他的斯蒂尔文件的指控 该文件声称特朗普曾支付性工作者 在莫斯科一家酒店上尿在他身上 特朗普对这些指控不予理会 并表示他的妻子梅拉尼亚也不相信这些指控 这份由希拉里 克林顿的2016年总统竞选活动 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资助的文件 已经被广泛证明是虚假的 特朗普还庆祝了最近在科罗拉多州取得的一次法庭胜利 一名法官驳回了试图将他从该州的初选候选人名单中除名的努力 拜登表示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但他对特朗普的严厉警告已成为他竞选的核心内容 美联社 拜登总统最近开始描绘一个灾难性的未来 警告如果唐纳德 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 美国将会面临灭顶之灾 拜登指责这位前共和党总统决心摧毁美国民主 并追求报复和复仇 拜登的连任竞选活动发送了更多的电子邮件 警告称2025年特朗普的美国 全国单方面堕胎禁令和2025年特朗普的美国 大规模拘留营 距离选举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拜登的竞选活动对特朗普的提及大幅增加 这种变化反映出 由于拜登在民意调查中处于低位 对拜登不太热衷的民主党选民 可能更有动力阻止特朗普 而不是听到有关基础设施和可在生能源投资的消息 当然 拜登在肯塔基州州长安迪 贝希尔的连任中也为此承担了责任 他在竞选中经常宣传联邦对基础设施和COVID-19救助的支出 但是 民主党战略家们普遍认为 拜登需要将特朗普置于选民的核心位置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个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 首先是关于特朗普的移民提案 他计划重返美墨边境 并提出一系列强硬的移民政策 特朗普一直以来都在关注并提倡移民问题 在此次提案中 他计划恢复和扩大他备受争议的旅行禁令 对所有移民进行新的意识形态筛查 并驱逐帮派成员和毒品贩子等犯罪分子 这一提案预计会引起更多的争议和辩论 接着是关于体育领域的新闻 西雅图巨浪队在一场激烈的比赛中以4比3击败了温哥华家人队 乔丹 埃伯利是比赛的关键人物 他打尽一球并助攻两次 这场胜利对于西雅图队来说是一个提振 而对于温哥华队来说则是一场失利 在大学橄榄球比赛中 特雷拉格尔的一次抄截被认为是比赛的转折点 促使他所在的俄克拉和马州立大学牛仔队最终获得胜利 这场比赛的结果再次证明了运动中的关键时刻和关键表现的重要性 在篮球比赛中 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男子篮球队的连胜记录被布莱恩特大学终结 这场比赛被认为是一场冷门 猫头鹰队需要改善他们的进攻 以实现他们的目标 关于政治方面的新闻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被认为在2024年的连任中更有可能成功 然而 拜登的竞选团队仍然需要缓解民主党对连任机会的焦虑 此外 民主党人越来越担心拜登在选举中的能力 他们对竞选活动的策略和信息传递感到担忧 在国际新闻中 阿根廷正在进行总统选举 选民正在做出对两位主要候选人的选择 这次选举被视为较小的邪恶之间的选择 选民对经济危机和候选人提出的经济措施感到担忧 此外 上海利用世界级的艺术表演来提升其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 吸引了大量观众 同时 私营部门对碳信用的接纳正在推动减少碳排放的努力 最后 尼克凯亚亚洲版主编写信称 美中关系在各个领域继续竞争 双方之间的关系不太可能得到改善 此外 俄罗斯黑客声称对乌克兰战斗机供应商发动了网络攻击 这再次引发了网络安全的担忧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总结 我想分享一下我的观点 特朗普的移民提案无疑会引起更多的争议和辩论 而哈里斯在连任方面更有优势 但他和拜登的竞选团队仍然需要解决一些问题 另外 国际形势依然复杂 各个领域的竞争仍在继续 希望大家也能分享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欢迎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评论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TikTok有可能让整个一代人变成反犹太主义者 一个好的香港故事应该消除对基本法第23条的恐惧 无法逃脱的恶劣老板的暴政 观点 我读了迈克、约翰逊、Matt Johnson的法律文件 他们揭示了一种独特的模式 香港当局冒着公平被政治化的风险 请大家收看 TikTok有可能让整个一代人变成反犹太主义者 英国电讯报评论版 作者描述了TikTok上的有读内容 包括反以色列和反犹太主义的视频 以及该平台在传播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 他们认为西方激进分子和伊斯兰极端分子之间发生了融合 导致了一代年轻人支持圣战主义 作者还强调了哈马斯等组织使用的操纵手法 他们试图挑衅以色列杀害平民 他们批评了这一代人的道德和智力的空虚 以及社交媒体在传播极端观点方面所起的作用 一个好的香港故事应该消除对《基本法》第23条的恐惧 南华早报评论版 香港的领导人正试图讲述 关于这座城市的好和真实的故事 以填补社会动荡和政治变革所造成的信息真空 然而由于对城市未来的不确定性 外国企业和人才仍处于观望状态 这些叙述的影响力有限 即将到来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 将在2024年底前成为定局 这是许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 为了增强国际信心 香港需要提供明确的信息 并证明第23条不值得担忧 无法逃脱的恶劣老板的暴政 FT评论版 最近哈里斯民意调查报告显示 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员工 曾经遭遇过有毒的老板 其中31%的人认为 他目前的老板就是有毒的 然而 2018年对28000名欧洲员工 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 只有13%的员工 有过糟糕的老板 交通运输行业是问题最严重的领域 但白领工人也不例外 亿万富翁雷·达里奥 是全球最大对冲基金 布里奇沃特协会的创始人 他的案例显示 即使是高调的领导者 也可能成为令人困扰的老板 记者罗布·科普兰德的新书声称 达里奥的管理风格 创造了一种狂热和有毒的氛围 观点 我读了麦克 约翰逊 Matt Johnson的法律文件 他们揭示了一种独特的模式 政客网站观点 新当选的众议院议长 麦克尔·约翰逊 J.Michael Johnson 在宪法问题上历来采取不同立场 具体取决于有关政党 虽然他一直是第一修正案 保护基督徒的直言不讳的倡导者 但当非宗教世俗主义者 带来基于宗教的挑战时 他为政府辩护 他的法律生涯反映了一种信念 即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现代基督徒正在受到选择性的迫害 约翰逊代表宗教原告 卷入了多起诉讼 声称政府对宗教中立的点头 实际上侵犯了他们 行使宗教信仰的权利 他的诉讼立场表明 他相信第一修正案 是为了他自己和他的宗教 而不是为了其他人 约翰逊的法律记录表明 他一直在争取基督徒 在公共场合行使信仰和获得政府资助的权利 但他并没有寻求为其他信仰获得这种特权 他一直公开反对公共广场 应该对宗教或世俗主义保持中立的想法 并将世俗主义者描述为无神论者 他们向政府官员施压 要求他们谴责基于上帝的观点 约翰逊的信念是 政府不应该对有宗教观点的人怀有敌意 他认为无神论组织是真正的问题 因为他们试图压制和审查他们不同意的观点 约翰逊的观点与美国最高法院 极右翼大法官的观点一致 他们表示愿意将自由行使条款 提升到建制条款之上 并赋予宗教团体特权 法院越来越容忍使用政府资金 来补贴具有宗教使命的实体 只要这些资金对所有信仰的人都可以广泛使用 并且不意味着国家支持一种信仰 而不是另一种信仰 约翰逊的法律策略将基督教信仰 视为在美国受到攻击 并试图积极捍卫宗教权力 因为担心这些权力会被世俗政府剥夺 香港当局冒着公平被政治化的风险 南华早报评论版 随着对冠状病毒疫情的限制解除 香港明年农历新年庙会的摊位需求激增 候选人们正在竞拍摊位的使用权 价格从数万到数百万港元不等 然而 与2019年疫情前的竞拍相比 摊位价格仍然较低 这表明对复苏的信心仍然脆弱 香港主要反对党民主党成功竞得一处摊位 但他们的竞标被当局无理由地拒绝 这一拒绝引发了对选址过程缺乏透明度和政治化可能性的担忧 反垄断监管机构在合适的时候开始展示其锋芒 南华早报评论版 香港竞争委员会对美联物业控股及其两个子公司提起诉讼 指控该公司与竞争对手中原地产代理及其子公司立的地产合谋 对首次住宅物业的客户收取最低禁用金率为2% 中原地产代理应合作调查而获得宽大处理 此案预计会向香港其他有少数几家主导的行业发出强烈信号 SUNAC应该改变难民政策而不是改变事实 南华早报评论版 英国最高法院裁定 政府将寻求庇护者送往卢旺达的计划是非法的 该计划涉及将寻求庇护者从英国飞往卢旺达 他们的申请将在那里处理 英国已向卢旺达支付了1.4亿英镑1.9亿美元用于该计划 然而最高法院发现有充分理由相信 如果将寻求庇护者送往卢旺达 他们将面临真实的迫害风险 这一裁决在威斯敏斯特引起了震惊和愤怒 首相李希、苏纳克县正在制定一项新计划以解决法院的担忧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几则新闻 包括TikTok可能导致一代人变成反犹太主义者 香港对基本法第23条的恐惧 有毒老板的暴政 政客迈克尔 约翰逊的观点 以及香港当局冒着公平被政治化的风险等等 让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这些新闻 首先 关于TikTok可能导致一代人变成反犹太主义者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TikTok作为一个全球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 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然而 如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一样 它也存在着传播极端观点和意识形态的风险 这种情况下 反以色列和反犹太主义的视频 在TikTok上的传播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不仅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社群构成了威胁 也对社会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构成了挑战 第二 关于香港对基本法第23条的恐惧 这是一个与香港的未来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 基本法第23条 涉及对香港特区立法机关立法 以禁止任何类型的叛乱、分裂、恐怖主义和外国势力 干预香港事务的行为 这一条款的正式立法将在2024年底前完成 然而 由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外国企业和人才对香港的信心仍然脆弱 为了增强国际信心 香港需要提供明确的信息 并证明第23条不值得担忧 第三 有毒老板的暴政问题 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 都有许多员工遭受着有毒老板的困扰 这种情况对于员工的心理健康和工作效率 都会造成负面影响 我们应该关注这个问题 并寻求创造一个健康和积极的工作环境 第四 政客迈克尔、约翰逊的观点 这涉及到对宗教自由的理解和保护 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行使自己的宗教信仰 这是一个基本的人权 然而 政客迈克尔、约翰逊的观点 似乎偏向于保护基督教信仰 而对其他宗教缺乏同样的关注和保护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最后 关于香港当局冒着公平被政治化的风险 这是一个让人担忧的问题 政府的决策应该是公平和透明的 而不应受到政治化的干扰 这对于公众的信任和社会的稳定都是重要的 以上是对这些新闻的深入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问题都与社会的价值观、人权和公平有关 作为观众,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谢谢收看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at.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